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 请记得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关于这个阿里女员工的这个案件 我们之前刚刚做完一期 就是王某文的妻子 再次发完 向那个警方施压 是让警方快点 那个尽快通报 对她丈夫的这个案件的 一个审查的一个情况 刚做完还没多久 这个事情 一个重大的一个进展 我们来看 就是警方做了另外一个警警通报 我们现在看来 这个警警通报是这样的 就是很简短 就是2021年9月6日 济南市公安局 淮英区分局 按照济南市 淮英区人民检察院 不批准逮捕决定 依法对王某文终止侦查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44条规定 对王某文做出 治安居留15日的处罚决定 济南市公安局 淮英分局2021年9月6日 这个发布时间 应该是在9月6日晚上11点多 他妻子发出来 那个第二篇文章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 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这个一些细节 他说是 首先他说是 人民检察院不批准 这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的 就是说 没有确准的证据 能够证明是王某文主动猥亵的 然后依法对王某文终止侦查 相当于对王某文的 这个监视居住 应该就结束了 但是又他后面也提了一个 说对王某文做出 治安拘留15日的处罚 这个相当于是 那个警方的通报 然后之前那个检察院的通报是 山东省济南市 环银区人民检察院 经依法审查 犯罪嫌疑人王某文 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 不构成犯罪 不批准逮捕 你看他还是在说 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 不构成犯罪 不批准逮捕 就是不是犯罪 我们来看这个法律里面 对这个猥亵罪的定义 刑法里面 对这个猥亵罪的定义 它是这样的 就是第四十条 猥亵他人的 或在公共场所 过于裸露身体 情节恶劣的 除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 猥亵智力残疾人 精神病人 不满14周岁的 或其他严重情节的 除10日以上 15日以下拘留 然后猥亵罪 与一般猥亵罪的区别 要将强制猥亵他人行为 与非强制性猥亵 区分开 猥亵罪只针对 以强制方法 猥亵他人的行为 对于非强制性的 猥亵他人行为 不能视作犯罪 那我们来看 这个检察院说是 王某文实施的是 强制性的犯罪 然后其次 并非任何 强制猥亵他人的行为 都构成 强制猥亵他人罪 强制猥亵罪 对强制猥亵他人罪的构成 未规定情节严重之要件 但不能将情节 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的 强制猥亵他人行为 视作犯罪 就是如果你是强制猥亵 但这个情节 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的 强制猥亵他人行为 不构成犯罪 猥亵行为 不构成犯罪时 可以依照 治安处罚法 第44条处罚 猥亵他人的 或在公共场所 故意留身 情节恶劣的 除5日以上 10日以下居留 从这个法律条文 能看的话 它相当于是说 警方给王某文 这个行为定义是 强制猥亵 但是又不构成犯罪 就代表着说 他的那个情节 显著轻微 然后危害不大 我们现在解读的话 他可能就是 说在警方口中 他所谓 进行了强制猥亵 然后但是情节轻微 什么叫情节轻微呢 对吧 然后不构成犯罪 说王某文实施的 强制猥亵行为 不构成犯罪 不是说他被冤枉了 而是说王某文实施的 猥亵行为 因为显著轻微 达不到犯罪的标准 就像不是所有的盗窃 都构成盗窃罪 他的情节是显著轻微 什么叫显著轻微呢 他并没有说 他通过什么证据 证明这个是显著轻微呢 因为是情节轻微 不构成犯罪 所以之前被拘留 也不用国家赔偿 对于公安机关 对于检察机关 是一个解脱 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情节轻微 你有证据吗 对吧 你必须拿出证据 说是他什么样的情节 对吧 什么样的情节 是算轻微的情节 我觉得检察院 为什么拖这么久的原因 就是因为公安机关 他在他的通报里面 明确指出了 这个王某文实施的 强制猥亵 如果他把这个推倒了 就相当打脸了 公安机关了 对吧 这么说 然后就相当于是撇清了 就相当于是撇清了 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责任 然后不构成犯罪 不代表着治安处罚的责任 和民事赔偿的责任 没有 那么现在济南警方 已经做出了治安管理处罚决定 对王某文治安拘留15天 结合之前王某文妻子 发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 警方并没有给出我们一个 令人信服的一个结论 我觉得他这么做 就是在推卸 尤其是公安机关犯的错误 公安机关那个时候 做那个错误 是因为舆论导向了 那个周某 现在检察院做这样的决定 也是因为舆论 导向了那个王某文 然后办案的过程 你就能看出 他所有的办案的这个过程 他似乎是在迎合舆论 对吧 如果舆论觉得 那个周某是受害者 然后他们就得出了结论 就是一定是 就是那个强制猥胁行为 对吧 警方出了通报之后 觉得周某 在他的文章里面撒了很多谎 周某的那个这个人 或者是他说的话就是不可信 然后再加上王某文 妻子发那个东西之后 从另一方面佐证了 大家对这个的怀疑 然后舆论导向了 王某文可能是无罪的 或者是可能是被陷害的 这个时候检察院 检察机关 然后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他就他要照顾到舆论 所以你发现 就是说他的司法是什么样的 他司法是随着这个 如果你对这个事情关注多了 他就重视 或者是他就迎合舆论 然后如果你关注少了 他就任由他 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他没有一个追求事实的真相 他说那个王某文 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 不构成犯罪 他应该明确的解释 他具体做了什么 这所谓的这些行为 是达到了个 显著轻微的标准吗 他没有 我觉得王某文那边 应该可以报案 或者是起诉这个周某 他的确在里面 陈述了很多不实的东西 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必须让检察机关来 或者公安机关来 查出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查不出来 这个谁是先主动了 但是周某发文已经明显 构成了诬陷 他说内裤是王某文拿的 他说办理房卡是私自办理的 但是这些都是不属于事实的 我不知道王某文那边怎么想 他有可能会选择吸食宁人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对他家人 造成了太多的影响 但是这个事情对他影响特别大 他丢了工作 而且对他 现在警方认定的是强制猥亵 他虽然不是犯罪 但是他相当于有 法律上认为他是有过错的 然后他会背着这个东西 会影响他名誉的 我不知道王某文那边 会是什么样的动作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 如果我是真的是无辜的 我可能要追究周某的这个责任 而且我会要求警方来出示证据 来证明王某文猥亵了 是强制猥亵 但情节轻微 对吧 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个王某文那边 家人包括王某文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个事情 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 但是从中我们就可以窥见 中国那个司法机关 共检法办案是什么样的 对吧根本就没有什么公正 或者是真相可验 完全都是迎合舆论 原因就是他怕这个舆论 对他的公信力造成影响 甚至于对他说大了一点 对他整个统治 或者是政权造成影响 他迎合舆论安抚这些网民 然后这个事情好像就没有 就这样过去了 我觉得整个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标本呢 说什么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 连一点法治的精神都没有 对吧 出了这样一个很简单一个通报 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发生了什么 然后并没有告诉说是他实施的强制委屈行为 情节为什么显著行为 也没有证据 为什么对吧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说了一下 然后相当于是把自己之前犯的一些错误给掩盖掉了 好的 那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见